真如法固 所以各位 太重要了 不要为了追求智慧而放弃所有的善法 孝顺父母 扫地洗碗 折棉被洗衣服 帮助老人 祝念 通通要做 好不好啊 幼老佛塔 御佛 放生 超度 这些所有的资粮你都要去圆满 你才能够把过去的污垢给消除掉 然后你才能够看到真相 我想就像一个东西已经十年污染了 光用清水洗不干净 要硫酸 硫酸以后还要煮 然后呢还要什么 你要经过多少的手续 就像 就像说 一个水要把海水提炼成为 现在流行那个什么 碱性海盐水 对不对 那那个过程的机器要多少呢 你不能说 这个海水你拿去喝 为什么海水的本体是空性 你喝吧 那不行的 那这个要有功夫了 所以 我一瓶碱性水要卖 一块美金 两块美金 你干脆去海边掏好了 问题是你要知道那个多少的功夫呢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很多人在追求 大圆满大手印 我赶快修完加行 赶快往哪一天可以 这个想法 不要急 那你还是要 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步 最后你才可以圆满 成佛之道 所以 我们对大乘佛教 要有这样的相信 所以每天都要善供下施 各种善法 若能修行一切善法 自然归顺真如法雇 要努力去做 第十三 菩提资良畏惧 不得菩提 一切善法皆是菩提资良 大般若经 净土方便平 从不重要 一切善法都是菩提资良 应修一切善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吃素不重要 放生不重要 扫地不重要 拜佛不重要 一切善法都是菩提资良 念一下 万德庄严 万行无亏 所以我希望 跑遍世界每个角落 读遍所有的佛经 读完世间所有的善书 了解所有的宗教 为什么 这些都是善法 只要帮助众生的 一切善法都是佛法 不然呢 没有菩提资良 当然 我们狭义地说 不思辞见 人路精进禅定 那个都是菩提资良 但是光不思你要去分析 财师法师 无畏师 然后呢 内容怎么去做 持戒 从三规一戒 到三昧耶戒 那我们做的如何 光说一个菩萨戒 所有大乘经典 你要看完 不知道你不知道 菩萨戒的内容是什么 那你看完经典 没有去实践 也没有用 所以各位 修行好有意义啊 可以用一辈子 两辈子 三辈子 不断的来 伏惠双丘 来精进 不要浪费时间 去做别的事情 好不好啊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啊 特别是老菩萨 跟我一样老了 差不多啊 今年我去国外 一直帮我过生日 一直提醒你的戏啊 上面就写个 六十大寿 完蛋了 完蛋了 大寿呢 六十呢 对不对 再来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在那天 他们传给我看 来 法会功德 回向吴清友先生 早生净土 成品的老板 六十七岁 走了 对不对 这很快 我那几个同学 还没有过六十岁 就走了好几个 所以 那我们要很积极啊 所以我觉得 生命越短 越体悟无常 我们就更努力修行 广结善缘 广修功德 像我今天从新店 坐车到这边来 沿途我一直念 一直洒水 什么功德都进去了 每一条路 每一个 因为我在想 什么时候出去 就回不来了 各位 你不能保证 出去就回来了 这个世间 在外面跑来跑去 随时有变化无常的 对不对 你就越变化无常 你就会更精进 所以我每一条路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一个隧道 因为我们从新店出来 每一个隧道 都有众生在等我 又来洒水了 又来洒米了 嗡啊哄 嗡啊哄 这个功德都融入在米跟水里面 希望你们早得解脱啊 但是就算他解脱了 还有更多的众生又来了 所以你要无尽的 无尽的去做 然后希望每一部车都平平安安 希望每一条街都很好 所以各位 一个持戒的人走到哪里 诸天都供养你 一个持戒的人踏过了土地 都那边都吉祥平安 所以那你要 你要维持这个精进 不管走到哪里 都能够 像我也觉得很高兴 三个月我们想尽办法 广修功德 各位今天你看到我 有没有得到功德 那我替你高兴 对不对 你只要 因为累积功德 就是要来供养对方 这边累积功德 又要去供养那边 补来补去 明天我要出门 至少把握时间 去看我妈一下 要把功德又给她 但是各位 生死无常 什么时候一怎么样 那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世间真是如此 所以要 要广修功德 虽然我们还没挣得空性 但是这些都是成佛的资粮 所以各位 来 念一下 众善奉行 好不好 对对对对 赶快抢去做好事 这个世间赚不了钱了 不要再搞这一套了 时机不好了 哪里都一样 现在这个时机是 做功德最好的时机 修人路最好的时机 到处去做善事 到处去帮助 想尽办法 用各种方法 所以哪里都有众生 哪里都有慈悲的对象 部分他是谁 那其他的 一切为了成佛 好不好 要累积菩提之良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 菩提之良 把你的钱变成菩提之良 把你的感情变成菩提之良 把你的聪明变成菩提之良 把你身体的体力变成菩提之良 不要再为自己做什么事情 不要再求人家什么 我往往在外面跑来跑去 有人来找我 他要干嘛 他要干嘛 我都问他说 你都没有问我要干嘛 他要盖寺庙 他要盖佛塔 他要干嘛 你从不问我 你要干嘛 你不是很会布施吗 没有 我没钱 但是 但是我发现 每个人都在 为自己的范围来做事情 但是我跟他说 我现在在国外 我全部的力量 为当地而做 我不是来这边求什么的 这样我才可以享受空性跟背心 而不是说 我来这边 募款的 募你们的 然后拿到我这边 这个没意义 意义不大 如是因如是果 我讲的 你努力的去帮助别人 自然的 自自然的别人帮你 就像智者大师 他要 他的寺庙 我聚会的人超过五千人 那本来只能双三百个人 居然来了五千个人 因为智者大师的 这种慈悲智慧 那他就烦恼了 他就到山下 要去化缘了 他想说 这个要想想办法 这五千人怎么办 结果跑到山下 起狂风暴雨 鬼神献前 智者大师打坐 如活头在打坐一样 用悲心智慧 结果这些鬼神就退掉 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谁 关公 对不对 一个是关平 关公跟关平 那时候是大鬼王 献主 这位大师修行得很好 鬼神不亲 大师 你一个人 从山上跑到这边干嘛 智者大师说 我们山上 本来住三百个 现在来了五千个出家人 那我也要替他们想办法 让他们安住 关公就说 哎呀 大师 我跟我儿子的力量 七天之内 把所有这片土地 都盖成大寺庙 你相信好了 但是 智者大师欢喜 那你们两个呢 怎么还在这边 哎呀 我找我的头找不到 因为关公被断头了 所以智者大师才跟他讲 空性的道理 而发起菩提心 鬼一三百 守护佛教 各位 庙盖好了没有啊 盖好了 无所求的 因为智者大师 只想帮助对方而已 你既然问我原因 那我必须讲 我下来的动机 但是 所以 我认为这个故事 可以告诉你 每一位你想要办 佛教事业的人 活在当下 努力就对了 助援 就像莲花生大师 为什么要做燕共 那为什么 因为要盖庙 要把这些鬼神 能够安慰他们 能够超度他们 他们倒过来盖庙太快 是吧 这样就成就一切 所以 十四十五十六 年载 六波罗蜜 因剧足修 执一飞鱼 视为摩叶 大方广 总持经 十五 以二眼视 发菩提心人故 得五眼报 以二口棒 发菩提心人故 得五舌报 大方广 总持经 十六 制度菩萨母 方便以为父 一切众导师 莫不由事生 为摩金 佛道品 所以 既然 发菩提心 要成佛 那各位 所有波罗蜜 应具足而修 而不是说 我只布施 或是我师父 跟我讲 以后你有寺庙 千万不要弄个 什么禅事 好像我们 只修禅 其他不修 那应该要什么 布施 实践 人入 精进禅定 波罗 乃至有了 波罗以后的 方便 愿力 制波罗蜜 都要修 而且不是 十波罗蜜 而是无量 波罗蜜 都要 具足 都要圆满 执一非语 说 我只要修 这个就好 其他不需要 我追求 智慧就好 不需要去 布施 我布施就好 然后呢 不安住空性 那不行 所以执一非语 视为磨叶 各位就要看清楚 特别这本 大方广 种植心 如果你想要出家 有障碍 多念这一部经 念这一部经 可以消除出家的障碍 你父母都会同意你出家 不同意都会同意 自然创造因缘 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呢 要这样去 具足一切 不然千万不要 哪一个最好 哪一个不好 有这个分别心 都不对了 如果有人告诉人家 密宗才是最好的 最殊胜的 这个讲法也错 会让别人说 那我就不用修 出离心的小圣佛教 我就不用看险教的经典 我就直接天天来修密宗 那这个也不对 所以万法都是菩提之良 第十五 我们对菩提心的人 一定要尊敬 所以佛陀说 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如佛一样 发菩提心将来一定成佛 所以那你千万不要去 因为立场跟你不一样 立场不一样 可以讲话 但是不要用凡夫的方法 骂人家 笨人家 就像我刚刚讲了 虽然我们认为宗教 团体法 哪里不圆满 可以 但是不能用一种 对立的方法 去批评政府 那这个 不应该 所以以恶眼事发菩提心 人故 故无眼报 你只要 动机不对的 去看对方 你就会伤害到你自己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注意 不要用淫欲心 不要用利用心 不要用恶眼的心态 去看佛像 佛像代表菩提心 特别是已经发菩提心的人 他走到哪里 就把真理带到哪里 我们要以恭敬的眼神 然后去看对方 以恶口 磅发菩提心 人故 得无舌报 那就没舌头了 第十六 自度菩萨母 方便以为父 那 智慧波罗蜜 是菩萨的母亲 叫自度 所以 那各位 你今天要寻菩萨的 不能够离开波罗的智慧 方便以为父 那这个方便讲的是什么 就是慈悲 所以我们叫方便以智慧 方便就是说 你要实践空性的 利益众生的方法 以为父 一切众导师 莫不由 是生 所以 所有的佛菩萨 众生的导师 都是有这个 般若智慧 跟慈悲方便 那 才能够 生出 佛菩萨 好 好 所以 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1月18号 星期四 上午10点 桃园乐算寺 纳谷塔前空地 武生 点万灯 共温水 祭慈悲 事实法会 点灯电话 03-347-7666 03-331-0553 1月19号 星期五 上午10点 苗栗红法禅院 护生 点灯 共水 要拱 祭慈悲 事实法会 点灯电话 03-799-1513 1月20号 星期六 三代祖师圣诞 大寒 上午8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点灯电话 04-2238-9987 1月21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点灯电话 04-2238-9987 1月22号星期日 上午10点半 台中泰安慈悲精神 佛像开光 点灯 护生 舒适响宴 药供 即慈悲超度法会 点灯电话 0961-107-385 1月25号星期四 药师如来 舒胜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程 一千倍 上午8点半 彰化园林国小 八观灾解 护生 点灯 药供 即甘露 事实法会 连的电话 04-837-8206 04-726-5266 1月26号星期五 贤结千佛 舒胜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 成十万倍 上午10点 云林观音讲堂 岁末药师 祈福法会 点万灯 供万水 护生 药供 舒适响宴 祭此备 事实法会 联络电话 05-633-1565 1月27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台南东关国小 八观灾解 护生 供万灯 供万水 即甘露 事实法会 联络电话 06-213-1112 06-258-9177 07-607-3377 1月28号星期日 上午10点半 高雄和春技术学院 大发校区篮球场 南区联合举办 岁末感恩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又供即甘露 事实法会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722-1749 07-221-2323 1月30号星期二 念贤节千佛 持战处罪一千节 下午两点 屏东恒春朝阴寺 点万灯 供万水 又供即慈悲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 08-889-5787 07-556-9911 1月31号星期三 念阿弥陀佛 持战处罪两百节 阿弥陀佛 殊胜功德日 山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月全时 山行与恶行成七千万倍 上午八点半 屏东恒春五公寺 八关灾解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又供即慈悲 事实法会 联络电话 08-889-5787 2月1号星期四 尾牙 酬谢福德镇神 月全时 山行与恶行成七千万倍 下午三点 即晚上七点 屏东艺术馆慈悲讲座 联络电话 08-751-6018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点是台南道场举办八关灾解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即甘露事实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1月27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 地点 台南市东光国小 地址 台南市东光路一段39号 点了电话 台南道场 06-213-1112 台南西区中心 06-258-9177 高雄路逐中心 07-607-3377 生命点是南区联合举办岁莫感恩 不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即甘露事实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1月28号星期日 上午十点半 地点 高雄 高雄 高雄合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 地址 高雄市大辽区琉球里志学路288号 联络电话 高雄慈悲道场 07-556-9911 高雄灵雅中心 07-722-1749 高雄凤山中心 07-710-3522 高雄右昌中心 07-365-4369 高雄生命书方 07-221-2323 高雄欧原流通处 07-783-1120 上午9点半 于高雄捷运大辽站1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雄大和尚带领众佛子们跨海周行 前往有着殷实美丽传说的岛屿 南卡威 举办慈悲诗诗 即超度法会与故身活动 祈愿透过慈悲行动 让当地所有受苦往生众生 得超三途往生进度 索救悟命离脱苦去 或尽天年后得身善道 早正活过 在大和尚的带领下 众人船行波舟 从马来西亚前往当地地岛 南卡威著名的水岸圣地 Elementmorehentai tank 沿途先前往当地渔场 抢救濒临当处的 鱼虾贝类等物名 渔场当地少年 与于今年会养的鱼儿 培养出的默契 竟能让大鱼听命 与少年前来接受现闻的事实 让物种团离当下消融 只剩众生皆有佛性的慈悲 细照美景中 众人在大和尚的带领下 于南卡威水岸圣地 起见的十方法界谈成前 虔诚观修 慈悲失实 直到夜幕低垂 仍易如暗夜明灯 为所有天灾人祸中 往生的受苦众生 诵经念佛慈悲超度 行程中也前往南卡威当地的幸运泰国寺 为当地民众举办慈悲失实 及超度法会 法会中大和尚也为众人 开示休闲话要 我们要升起这个佛陀的心 入佛陀的极爱彼此之地 这就是修行的箭水 修行的箭水 是你看到一只蚂蚁都会痛 就像你看到你最爱的人在受苦一样 心灵都会动 你会用你的生命去保护它 去救护它 修行就要达到这个心灵的状态 而且这个心灵的状态 什么时间都在 就算今天有人把刀子插向你 你还是爱上他的 因为你的心态 不会因为对方伤害你 有改变你 所以你还是想要帮助他 就算我死了 没关系 死了就要投胎了 不然就去积累了时间了 通过你伤害我 我一定要让你离苦 不要让你成佛 就是一个最美的心 没有恨只有爱 没有恨只有善 只要你的心存在 那你就永远在思维 永远不执着 这就是佛的心的状态 所以各位要 这个才叫修行 我念佛诵经慈重 它就是要让你保持这个心态 然后产生一个好的行为 那你命运就改变了 很多人说师父的癌症怎么办 我师父那边痛怎么办 师父那边痛怎么办 那很简单 心改变世界就改变了 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一些行为来改变性 就像刚刚他们拉着枷杀 大家都很虔诚的供养 这个时候心理状态 很欢喜 很虔诚 所以我们看来也很高兴 就像各位拿一杯水的 这算什么 一杯水七克米 谁没有呢 看着这一杯水跟米 可以离无量无边的乐回到身边去极乐世界 好高兴啊 那这样你就必须透过这些行为一直来训练你的心 像我们法师带着无方佛貌 那时候变什么 变佛貌 不是男人 不是女人 就是你要承担佛陀的责任 升起佛玛 那各位也要这样幻想 现在你也是坐在梨花上 你要直接地狱啊 然后回到屠宅上 把他们给超度了 各位你要用那个信心 然后会怎么复活的力量 加上你的心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念 欧玛丽妹妹后 然后来升起这个信心的温馨 保持这个状态 在兰卡维众善共修的慈悲法会中 大和尚带领众佛子 虔诚如法上供下师 为无边六道众生慈悲诗时及超度 油然五体灵灯 成就互分主我 等师无别的慈悲善行功德 希望大家不要吃肉啊 因为众生很苦 过年很多众生会被我们 因为庆祝节日拜祖先砍杀了 很痛苦 他会恨 你会造成很大的病 你吃什么都会在你身上 看得出来的 马上看得出来的 因为他的精神意志 恨就夹在你的身上 你浑身不舒服 现在人就是没有快乐 所以干脆把吃当作快乐 那一天看个新闻说 我干嘛减肥 我花了这么多钱 吃这么胖 我干嘛减肥 这个就是我花这么多钱吃来了 谁叫我减肥 他还讲这种傲慢的话 不是你花钱来的 你身上是所有动物的冤魂啊 不行 如果不是故意的还可以忏悔 故意的就破戒了 所以各位这一点 这是一个决心 你给你收乡 有这个决心 要吃油 吃肉的好 这是动物做的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现在人家上帝什么好的问题 这是动物的骨头做的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因为呢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结合员 不上海中心 这是我们的概论 你规划 大乡有什么规划 不上海人和中心 结果你挑战去给人家闭 挑战去给人家冲康 挑战让别人对这个人拍影响 这样是不是上海中心 你破了三规一戒 后面的五戒 八观灾戒 什么出戒改菩萨改 通通没有啦 就毁掉了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心法语 珍惜每个悲欢 每次离合 每一天 珍惜每个钟声 每一份爱 每一天 世界万物永恒 一切无常难遇了 世界无不散的夜行 终有一天会离去 人生多变化 一切无常灾 拥有的一切 将会在你 认识佛陀 一 佛陀是怎么来的 成佛的因是什么 一 佛陀是过去 在有学位之时 做了许多的 极资净罪 由此而来的 二 佛陀最初发菩提心 后经三大阿僧奇节 累积资量 最后成佛 一 在第一大阿僧奇节 主要是跟随五千位佛 听闻学习 二 在第二大阿僧奇节 主要跟随六千位佛 听闻佛法 好好学习 累积福德与智慧二次量 三 在第三大阿僧奇节 主要是跟随七千位佛 掩饰学习佛法 累积福至资量 最终成佛 四 由此我们了解到 佛果位的获得并不容易 必定要经过 许许多多资量的 累积辛苦而得 二 佛在三大阿僧奇节中 所累积的 普至资量 都是在菩提心 摄持之下 所累积的 这样 所累积的 这个善业 在未成佛前 都不会晚进 三 以菩提心为摄持 功德善根 大幅相同 一 对佛教徒而言 生病时 可能会为了病好 特别会去修一些法事 去做一些法行 诸如拜灿 放身 焉共 实实等 这时候 如果我们的动机 只是为了求病好的话 一旦病好了 那么 所做的这个善业的果报 也就成熟结束了 二 当然 最初动机 是希望病好 但我们 可以再对 我们的动机 做个调整 也就是 把我们的动机 从单单求疾病 能够赶快痊愈 调整成 为了一切 有情的义力 都能承办 因此 我希望能够 承办佛果位 为此 我做这些法行 希望疾病痊愈 三 由于有菩提心的奢侈 你现在 所造的这个善业 不会在你病好之后 就没有了 会一直延续到你 成佛为止 四 因此 所有 我们所造的善业 我们都应该回向 我们都应该祈求 回向 愿我们所造的善业 成为能够 承办利益 一切有情的因 当我们内心 一直朝这方面 祈求 回向 实际上 我们自己 也会得到好处 五 再者 当我们 在造善业的时候 我们 所回向的对象 是部分 远亲 也就是希望 不论是我的敌人 还是我的亲友 都能够得到利益 六 我们应该这样想 希望那些不喜欢我的人 我的第一任 他们也能够快乐 虽然这样想 一开始心里 会有点不太舒服 可是我们 还是要这样去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 如果我们去祈求 回向 我们所不喜欢的人 希望他也能够成佛 希望他也能够 从烦恼障 所知障的 束缚中解脱 这样子的回向 对我们自己 也很有帮助 八 如果我们只想着 希望我的亲友们 都能够获得快乐 都能够得到好处 这样有所值的想法 利益很有限 九 我们应该 把我们的敌人 一起观想进来 这很重要 如果你的敌人 被关进监狱里面 你应该想 希望他能够 从监狱里出来 这样的祈求 回向 很重要 四 佛陀的身形 之所以如此庄严 是由于过去 他在 有学到 修习安忍度的缘故 五 就因果而言 一 我们之所以 感得受用圆满 是来自于 故事度 二 之所以能获得善的所依 来自于持戒 三 之所以能感得身形庄严 来自于安忍 修人 修忍辱 六 如果看到别人 人长得很庄严 都是由于过去世 忍辱 修得很好 所以 如果想要来世 长得很帅 长得庄严 的话 现在 就要修安忍 七 如果自己 很容易生气 就要想办法 让自己 不易生气 方法 就是思维 春会的过患 一 春会有什么过患呢 有这一辈子 就可以现前看到的过患 以及 虽然没有办法 现前看到 可是依旧 存在的那些过患 二 在此身 我们就可以现见的春会 过患有哪些 如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爱生气的人 身边不会有很多亲友 很好的朋友 就算有朋友 也常常和朋友 和不来 三 现前所没有见到的 春会过患 有哪些 比如 来生 可能会由于我们 这一辈子 春心的缘故 而落入三恶道 或即便 我们来生 并没有投到三恶道 而身为人 我们也会长得不好看 关于忍辱庄严的典故 佛经上如此记载 一 我们现在是处于有佛法的时候 可是佛法会日渐衰退 到最后 这个之间 会充满着各种疾病 有很多的战争 会使得人的寿命越来越短 而我们 人的身形 也会越来越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就是在如此 人跟人彼此争斗 砍杀的时代 弥勒菩萨 会以非常庄严的化身 来到这个世界 由于弥勒菩萨 以非常庄严的身形 来到这个世界 那时会有很多人 都喜欢弥勒菩萨 感觉他非常庄严 就问他 您为什么 能够长得如此庄严呢 三 弥勒菩萨就会开始 我的庄严是来自于忍辱 所以 你们彼此之间 不要再互相杀害 再互相全期 四 弥勒菩萨 做这样的开始之后 那时代的人 就相信 弥勒菩萨所说的话 彼此间 就停止互相伤害 和无相处 由于此心不杀之故 人的寿命 就会越来越长 这是关于弥勒菩萨的一个典故 有情在弥勒菩萨化身的教化之下 寿命就越来越长 等到人寿八万岁之时 弥勒菩萨会降神来到这个时间 6. 弥勒菩萨 6. 弥勒菩萨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显结的第五尊佛 6. 弥勒菩萨 6. 弥勒菩萨 6. 弥勒菩萨 即便我们没有在释迟 没有在释迟佛 注释时得到什么正量 可是到了弥勒尊佛 来到这个时间之时 我们肯定会得到解脱的果位 7. 弥勒菩萨的这个例子 是在说修安忍的功德 所以修安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平常与人相处时 不要彼此争斗或伤害 从修习利他的观点切入 敌人是你真正的导师 因为只有他能让你修安忍 8. 没有修习安忍 就会被愤怒左右 而不能培养真正的爱和慈悲 因此 面对敌人 我们反而应该内心充满感激 9. 佛身的分类有好几种不同的分法 若从二身的角度去讲 就是法身以及色身 1. 佛的法身 指的是佛心相续当中的一切种智 或者说智慧法身 2. 至于色身 则有两个 一个是化身 一个是宝身 我们对佛陀外相的理解 就是佛有三十二相 即八十随行好 10. 佛经论上用 妙好监视众相花夫 这八个字来解释佛身的功德 此中包含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1. 佛身的庄严主要是由修行忍辱得到的 实际上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的庄严 也是由许许多多的因累积而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在修皈依之时 若时间充裕 也可一一针对佛陀的三十二相去思维 3. 佛陀的威仪 佛陀在往来行走的时候 他的威仪是安详、稳重、非常庄严的 不会有匆忙或迟钝的样子 佛陀的坐相也非常地如理 看起来非常地庄严 佛陀在来往行走的时候 身形也让别人觉得非常地悦意 4. 虽然佛陀的威仪是如此庄严 可是有时候 为了要调伏或射手某些众生 佛陀也会故意有不同的走路姿态 佛陀的化身 会配合所要教化者的需要、个性等等 而有不同的变化 5. 佛陀 佛陀会随顺众神根基 而视现该有的形象 连圣者菩萨都已经不会再有生老病死等病苦了 更何况是佛陀呢 但有时 佛陀为了要教化弟子的缘故 他会实现出生病的样子 所以 佛陀有医生 比如 启婆就是佛陀的医生 6. 佛陀时常教会弟子 行仪必须端严、素枕 内检其心、外树其身 无论动静举止皆如法如利 如佛所教 威仪也能射众 如设立佛尊者初见马圣比丘 威仪影世 因而 深深恭敬 欢喜 归信我吧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 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 我们是山 我们是蓝天 我们是牛 我们是阳光 生命是一体的 所以生命电视台 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所有的友情 包括山和大地 跟我们都是一体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 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画播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屏东菩提道场举办礼拜慈悲地丧宝菜 点灯 要拱祭护生法会 恭请占尽法师礼咒 日期 1月21号星期日 上午9点 地点 屏东菩提道场 地址 屏东市棒球路59向18号 点灯电话 087516018 087516018 上午8点半 于屏东后车站南二门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 举办起见49天钥匙法会 传授八关灾简 既礼拜钥匙保产 每日恭送钥匙金 持送钥匙灌顶真言 五声 点灯 购水 要拱 即甘露事实法会 恭请占永法师主法 日期 2月25号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 台中市北区 崇德路一段 631号三楼之一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0422389987 49天内 每周假日传授八关灾简 祭礼拜钥匙保产法会 这是佛陀的心愿 这是菩萨的心愿 只要不断弘扬佛法 就会有那么一天 不在乎需要多少年 不畏惧路途多遥远 只要佛法上在人间 世界有一切会改变 各位要善用你的心 我们的心 这个本尊 本性 就是一个佛的心 因为你升起慈悲心的时候 加上念咒 咒就是佛的力量 然后你就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他们 你一点都不要怀疑 所以你经常这样修 你的佛性 佛心菩提心 就会一直增强 再来 他们来了 希望他们不要报仇 动物看到人类很恨 然后甚至大吃小小吃大 希望他们解冤解 我们念的时候就这样弹一下 化解烟囚 化解烟囚 荟山多来 极而沙摩佛 general 笨子儿什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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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子儿什么家